今天看到的是全世界年纪最长的DJ保持人 88岁 每个月仍然演出一场到两场的刷盘绝活 他叫做严氏纯子 白天是在家传多年的饺子店工作 他已经做了60多年 77岁的时候 因为年轻员工带他去夜店开开演戒 从此他迷上电音舞曲 就认真的到学校学DJ技术 79岁开始在夜店表演 他的上一届精士纪录保持人 是另外一个英国阿嬷叫花儿 他同样是丧偶之后 被孙子带去夜店玩 开启了DJ之路 东京新宿区这家人气中餐厅饺子庄 有一对年长日本姐弟经营 姐姐严氏纯子前两年小中风 又有其他兼职逐渐淡出饺子店 但这只是赖以为生的手艺 尽管做得出色 却非纯子的梦想与热情所在 姐弟俩的父亲曾是职业爵士鼓手 但二战时的日本 爵士乐变成敌国音乐 纯子最难忘与父亲一起抱着黑胶唱鸡 躲棉被偷听音乐的回忆 躲肉切菜包饺子的一甲子岁月 店里常放的是英文歌 纯子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 店里挂着他保持世界记录的简报 现年88岁的严氏纯子 是金氏世界记录全球年龄最大的夜店DJ 2018年得到金氏世界记录认定 岩世纯子至今仍是记录保持者 虽然病后体力稍差 每月只能有一到两场夜店演出 却也吸引更多人慕名前去 她的艺名叫做Sumi Rock 擅长在电音舞曲中 编入各种非主流流行的曲目 有些年轻人未曾听闻觉得新鲜 也有了一群每月必来捧场的年轻粉丝 台下听众们年纪都能当他孙子 都来听阿嬷选的歌随之起舞 不过淳子并没有真的当阿嬷 她二十多岁时认识了年龄大两轮的中国男友 近五十岁时才结婚 十多年后丈夫过世 淳子七十七岁时 来饺子店打工的外国学生带她去夜店玩 她顿时爱上电音舞池气氛 在这位学生引荐下 进入一间DJ音乐制作学校 进修一年 淳子并没有疯 学校毕业后她又在家练习两年 七十九岁才正式开始在新宿夜店表演 多半是晚上饺子店打烊后 继续去夜店 跟年轻人一起熬夜 她的前一任 高龄DJ经世世界纪录保持人 是位英国阿嬷花儿 花儿阿嬷也是在丧偶打击后 开始人生开外挂 孙子为了提振她的心情 邀请她参加夜店生日趴 她却被门口的保全嘲笑 不属于这里 花儿阿嬷进场听音乐 发现其实很合自己的口味 随机找上孙子的音乐制作人朋友 扎扎实实练了两年DJ基本功 2009年砍城影展期间一场派对上 花儿阿嬷一战成名 从此欧美歌大夜店演出邀约不停 69岁后她有了个艺名 Mammy Rock 出过专辑 还曾参加音乐节带领7000人同乐 出道比较晚 却一直是全球最年长DJ 直到她2014年去世 体力有限 88岁的严氏纯子放弃了饺子店的工作 把精力留给每月两次的DJ演出 丧偶或年纪见长 没有阻止她追寻梦想 丈夫过时后几年纯子就考到驾照 并且到纽约驾车自助旅游 现在她还是努力开发自我潜能 现在她仍有努力的目标 希望能重回一层自助旅行的纽约 在当地夜店登台表演 人生不走寻常路 这些高龄DJ们已经证明 晚一点才发现最爱 其实也没关系 TVBS新闻综合报导